给我闭嘴 你们这些贱民 没资格在我面前叫嚣 你再放肆我先把你扔出去 现在是21世纪了 讲究的是人人平等 这里不是你们耍微风的地方 你口口声声说给老钟面子 你就是这么给他面子的 既然你又提到了钟先生 那我就再给他一个面子 我给你接受治疗的机会 你到外面跪着去 跪够一天一夜 我就给你治 叶神医 我们支持你 对这种人 就不能给他好脸色 闭上你们的臭嘴 你太放肆了 你这是在决你自己的后路 哼 我的后路不是你能决定的 很生气对吧 觉得我冒犯了你对吧 你的尊严是尊严 你的脸面是脸面 别人的尊严就不是尊严 别人的脸面就不是脸面 开口闭口的贱民 我就想问问 你钟夫人到底高贵在哪里 你真以为我收拾不了你是不是 我今天就让你的整堂关门 哼 有什么能耐 你金管使 总之一句话 不会够一天一夜 休假让我给你治病 知道我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吗 你愿意打给谁就打给谁 关我屁事 哼 我打的是北部市卫健委 一把手马书兰的电话 只要我一句话 你的整堂就得关门 并且永远都别想再开 哼 你金管打 只要你能让我的整堂关门 我就给你当专职医师 别说你只是长肿瘤 你就是死了 我也能把你救活 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明白 这个世界只有强权才是道理 钟夫人 你好 马主任 我是韩君渝 这里有个开门整得不但不接我的枕 还仗着伸手好打伤我好几个保镖 我君渝姐过不去 她还想不想继续在北都干了 小子你完了 书兰妹妹 是个叫叶十三的小子 你说的 是不是原来真王阁地址上的那家诊堂 对 书兰妹妹你知道这儿 那更好办了 赶紧把这里给我封了 并且不再让这小子在北都范围开任何一家诊堂 书兰妹妹你工作忙 不用亲自过来帮我处理 派几个得力的手下来把这件事办了就可以了 哼 女士 实在不好意思 这件事我办不了 为什么 人家好好的在北都开诊堂 没有任何违规操作的地方 我凭什么封掉人家的诊堂 凭什么让人家在北都待不下去 你爱人也是国家公职人员 你应该清楚我们的工作性质 难道仅凭着一级好物就可以滥用职权吗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你只要告诉我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这么护着他 他是我弟弟 这个答案你满意吗 哼 高贵的钟夫人 请问你表演完了吗 假如表演完毕 请你离开 假如没完 还要叫人 也请你到外面去叫 不要影响我给病人诊治 就是 好咱们走着瞧 快走 不送 闭嘴 你们这些卑微的穷人 夜神医 给我看看病吧 我等您好几天了 各位不要着急 一个一个来 我今天一天都在这里 夫人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会是真来找这些骗子给你治病了吧 不过也没关系 病到你这种程度 已经没有什么治疗意义 你想找中医就找吧 只要心里能痛快些 就当临终关怀了 你给我闭嘴 癌症晚期病人的情绪都会比较暴躁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哼 你又是来这儿干什么的 当然是来找那个小子算账的 没有人可以那么羞辱我而不付出代价的 那我就拭目以待 你要真能让他付出代价 我可以原谅你刚刚对我的冒犯 王你还自称名义 这么多病人你眼前瞎了 误伤了人怎么办 哼 他们是你的病人 并不是我的病人 死活都与我无关 就凭你能说出刚刚那句话 你就不被当一名医生 闭嘴 我不是来听你说这些没用的废话的 你必须为你昨天的行为向我道歉 滚蛋 不知好歹 到处树敌 你是早死无脏深知的 恐怕要让你失望啊 我肯定比你活得久 而且比你活得好 哼 我跟你说过 即便是在华国 我的人脉也不是你能想象的 知道他是谁吗 你们北斗邻家的少爷 你惹得起吗 是吗 这么大来头 不知怎么称货 我叫林子乾 家父林令台在林家排行老四 原来是林家嫡系啊 怪不得那么嚣张 竟然是林家的少爷 夜神医今天怕是要麻烦啊 可惜你吓不住我 给你们最后一个全身而退的机会 滚 既然这样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怎么个不客气法 真王阁这个地方 当初也是费了一番心血 可惜马上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 林家的少爷 怎么了 林家少爷就可以这么欺负人吗 就是 林家也不能那么欺负人啊 简直太不像话了 给林家脸上抹黑 真以为我不敢杀人吗 我说了 即便是在华国 我也不是你们能得罪的 马上跪下给我道歉 不然你的下场就是死 哼 这些不知好歹的贱民 不收拾就是不行 林少刚刚有句话说得很对 你不知好歹 到处复敌 迟早死无葬身之地 我也说了 我肯定比你们活得久活得好 特别是跟你这个癌症晚期患者比 林少 只要你今天废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我韩君渝就欠你一个人情 我自小在国外长大 对国内豪门不是太熟悉 这位夫人是 我出身西都寒家 我丈夫是秦省总督钟长陵 原来是钟夫人 我很期待获得夫人的勇意 哼 你知不知道林子雄和林子玉 在我面前耍威风 落得个神下场 那是因为他们无能 我这些年跟着父亲定居国外 那几个废物都快把林家的威风败光了 跪下 道歉 我很讨厌别人用枪指着我 我就指着你了 你能怎么样 敢在我这里动枪 要不是害怕闹出人命 对我的诊堂影响不好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 你确定要跟我不死不休 我不但是林家嫡系 我父亲在国外的势力 也绝非你可以想象 伤了我 跟林家的关系 就彻底没有缓转的余地了 哼 我剁掉了林子玉的双手 砍了林立阳的右手 林子七的双腿 也硬我而断 你们林家还把林子雄的死算在了我头上 你觉得我跟你们林家的关系 还有缓转的余地吗 我差多费你一个吗 不要伤害我家少爷 够给你胶带了吧 他们给的是 自己闯我整堂动枪的胶带 关你屁事 我要向皇家医学院 和国际卫生组织控诉你的暴行 你再逼逼刀 我先宰了你 你惹大麻烦了 杰森博士不仅仅是英国皇家医学院 最年轻的外科权威 他还是英国贵族 你觉得我敢不敢开枪 自己把右手留下 然后从这里滚蛋 让我动手 就得留下你两只手了 小子 我大伯来了 今天我看你怎么受场 上次林子七当了他的面 被废掉双腿 也没见他能怎么样 那是因为林子七理亏 而且动手的是叶家老爷子 你能跟叶家老爷子比吗 这是怎么回事 大伯 这个人太不像话了 他冒犯了杰森博士 我只不过是跟杰森博士 来要个道歉 他就仗着伸手 好打伤我和杰森博士 还杀了我的手下 大伯 你今天一定不能轻饶了他 林先生 我是你们请来的贵客 我受到冒犯 你们应该给我一个交代 不然以后你们林家 不会得到皇家医学院任何医疗帮助 哼 我还以为你这个喝过杨墨水的人 有多牛逼呢 原来也是个只会找家长告状的损货 别扯这些没用的废话 先向杰森博士道歉 然后再给我赔礼 我道你大爷的歉 大伯 你看看 这就是他的态度 这种混账王八蛋 不把他打疼了 他就不会老实 十三先生 我是代表林家来向您道歉的 道歉 道什么歉 六扇文已经查清楚了 子雄的死与您无关 是杜少林做的 目的是为了挑起林家 跟十三先生之间的对立 我先对林家之前 对您的误解道歉 另外 紫棋和紫玉对您的冒犯 也是他们不对在先 我也得向您表示前意 大伯 且不论紫雄是谁杀的 单就他废了紫玉和二伯 紫棋也因为他重伤 咱们就不能跟他善罢甘休 闭嘴 需要你来教我做事吗 林家家主到底是你还是我 侄儿不敢 可是大伯 林家正是因为您一向处事软弱 才越来越不被人放在眼里 混账东西 你敢教训我 这儿不敢 十三先生 对不起 我仅代表林家 向您表示歉意 你的歉意我收到了 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就不跟你多聊了 林先生请自辩 我今天来找您 表达歉意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其实还有件事要摆脱你 林家贵为北都五大世家之一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 会有什么事情 能用得上我这种小人物呢 你一数超据 我想请求您出手 救救令阳和紫玉妇女 还有拳子林子玺 您既然能治好任长风的双手 肯定也有办法治好紫玺和紫玉的